嗨,大家好,我是俊昕啊,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会一直为你带来关于肖战的新的资讯,立志做一个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在这冷清的世间,想用文字的温度去触碰笔尖,传递正能量,想做一个和肖战一样的温暖善良的人,肖战将和摇滚乐队合作,工作室发三组写真,或和三大卫视春晚有关,在除夕夜的央视晚会上, 我们看到了牛年的春晚的精彩的一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感叹,同样在大年初一各个卫视也将会迎来专属于他们自己的春晚,很多登上央视春晚的明星也会再次来到各卫视的平台,同样在这些平台卫视里面也会邀请很多咖位很高,甚至流量很高的明星,无论是年轻一辈还是年老一辈在这些人里总会有大家喜欢的, 作为小飞侠,最关心的当然是肖战的动态和去向,虽然没有在央视春晚的除夕夜舞台上看到他,但是在大年初一有三大平台, 官宣肖战加盟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也是值得期待的,东方卫视,北京卫视以及央视CCTV八乡机关宣肖战的加盟, 不仅官方发布了嘉宾阵容,同时节目单也发布了出来,肖战同时在这三个卫视的舞台上现身,而春晚的播出时间都是一样的, 所以对粉丝来说,这次时间壮荡也是无可避免的,代号在节目名单已经出来,可以看到肖战的出场顺序也是错开的, 所以大家在切材转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各个平台肖战的身影,在东方卫视上肖战会表演两首歌,优秀是我们熟悉的,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还有一个是一厢人,两首歌的表演,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一首是未知的, 虽然那首听过,但是大家还是对于舞台的风格有着期待,而有人发现肖战工作室发布了肖战的三组写真, 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造型,或许对应这三个平台的晚会现场的造型, 特别是对北京春晚舞台上的肖战,有着更不一样的期待, 虽然肖战在这个舞台上的两首歌都不是独唱,而是合唱, 但是最让人期待和主目的还是和黑豹乐队一起的合作,和专业歌手合唱, 对肖战来说是机会,是挑战,也是认可, 而这个黑豹乐队以往主打风格更是以摇滚为主特别燃酷的舞台, 余生官方暗戳戳撒糖,肖战养子隔空互动,肖战解锁央视新身份, 而工作室发出的其中一组写真正是肖战皮衣造型, 或许将会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特色, 在大家总的印象中比较少见肖战会有这种比较偏摇滚风格的歌曲唱跳, 或许在今晚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肖战不是一个永远原地踏步的人, 更不是一个固步自封不去突破自我的人, 他也不会把一个固有的标签贴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喜欢去尝试多种挑战去解锁, 更多的不可能, 否则他也不会从设计师跨界来到娱乐圈, 从演员从歌手出道, 从演员的身份认识他, 当然除了这两个卫视的舞台之外, 对于CCTV8的电视剧直播的宣传, 大家也有很高的期待, 毕竟推荐新剧肖战地解锁了这次央视认可的新身份, 也让我们看到除了斗罗大陆热播之外, 和杨子的余生请多指教似乎也有了好消息, 因为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官博不仅发博爱特肖战和杨子两个人, 杨子也是转发了简纸相关的博文送上新年祝福, 这也和肖战之前的简纸福字也成了隔空的互动, 所以在这几天, 小飞侠们迎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 等待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当然还有体贴心的小飞侠整理出来了关于肖战的节目单, 也已变于更好地址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温柔是肖战的底色, 坚强是肖战的外壳, 他是一个可以和粉丝无距离聊天的男孩, 也是一个厚积勃发追逐梦想的男人, 他会如林家哥哥般露出温暖又治愈的笑容, 也是原则性极强不会轻易被左右的身披万丈光芒的人, 今日讨论话题,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肖战的舞台吧。 请不吝点赞 这个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dan关切Вы Soviets 可持ち comeback也? 现在我就有一看 两个 country都没同志 ura 最近一年都没有imp Hogwarts 感谢观看